再多的知识 也不能让你过好这一生 2000年以来 佛教始终在教我们做一件事 明心见性 过好一生 这就是佛教文学的终极命题 这是一个如太平洋一样浩瀚的领域 传统的佛教文学 主要由诗词 登陆 颂古 民间故事等几部分组成 作为作者 我的水平实在有限 只能在沧海中选取一宿 本课准备以佛教诗词 这个佛教文学中的小领域入手 抛砖引玉 鼠魂 灌修 鼠魂 观观 花余身 诵诗充语 道将寻 不能更折 江头柳 自有清清 松百心 总纲 这首诗是唐末明僧 灌修大师的作品 灌修 是唐代的师僧 华僧 他是佛教史上第一个全才 诗 书 画 并称三绝 是浙江人 七岁出嫁 此后被封为禅乐大师 现存诗集禅乐集 他虽然生于晚唐 但从佛诗的时期上讲 没有进入中禅期 不属于五家七宗 这首诗 我们说过 佛诗三大类 渐心 开悟 境界 他还不属于这三类 他属于唐诗的一大类 但是在佛诗里是一小类 叫送别诗 你看 送诗充语 道将寻 送别 关于冠修大师 在佛教文学和艺术上的成就 我们另一首诗讲 因为跟他精神相契合 这一首我们直接开始拆诗 第一句 鼠魂关关 花雨深 鼠魂就是杜鹃 又叫紫龟 相传是鼠王 杜雨 亡魂所画 提升悲绝 冠修大师 是著名的画僧 所以 他的诗上来画面感就非常的强 而且他不是静态画面 是一个动画 这个诗 这个句子在唐诗里是有的 好几句都一样 比如 楚天空阔 月成轮 鼠魂生生 四高人 你看 别人用的是鼠魂生生 冠修用的是官官 官官是什么 官官是叫声 这个鸟叫起来就是官官 诗经里说 官官居鸠 在河之舟 所以我们说 第一句就显出冠修大师作为画僧的水平 第二句 宋诗冲雨到江巡 仍然是冲雨 雨很大 电影的表现力很强 第三句 不能更折江头柳 折江头柳 这是一个古代的典故和古代的风俗 折柳 柳 柳树的意思 是谐音 这个风俗在唐代非常盛行 江头折柳 江 是江要的意思 取音 江 柳 是留下的意思 取音 柳 就是江头折柳的意思 就是江流 希望你留下 所以说 大师 在这里 非常充满了花间派的情感 又小又缠绵 我很喜欢 但是 冠修大师是第三个境界的人啊 是无畏境界的人啊 而且 历代送别 只要是唐师 就离不开饮酒啊 折柳啊 这些小道具 太小女儿太了 所以 大师上来就告诉你 不能够 不能 更折江头流 不能 那怎么办呢 自由轻轻 松百心 离别这件事情 在佛说里 有八苦 爱离别 在三苦说里 离别 被定义为坏苦 这个 关于 离别的这种苦 我们在佛教哲学 第八十二课 人无在少年中 讲过 但是 谈苦 谈离别 谈受伤 这不是出家人的 单薄 这不是出家人的单薄情怀 更不是大师的情怀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这才是佛家的立场 从佛家的立场看 相聚 不过就是 久别重逢 相别 不过就是 下个相聚的开始 都是无常 都是缘起 都是相依缘起 河流里的浪化 在真性这个概念上 人生没有离别 所以 看透了无常 就超越了无常 所带来的寂寞 和悲哀 无解 大雨之中 江边花落鸟鸣 送别我的朋友 不许折流 只有轻轻松百心 长半左右 护佑你远行 我的心 你懂得 我们下次相遇 灌修大师 一生的词作很多 无外多首 但是这种 反映内心 深处情绪的诗歌 不多 因为 灌修大师的诗风 是继承了 唐末下仪中一派的传统 他和另一派 就是假导派 是不一致的 假导派 他也英勇山水 英勇空虎的生活 但是 他们只限于此 而灌修大师 和 聂仪中大师 用现在的话讲 就是批判主义色彩 很强的诗都是 只要写 肯定会被删号 比如 医德眼前窗 婉雀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 化作光明珠 唐末五代 灌修之士 天下大乱 但是 灌修大师 他没有走 般若学僧那条路 就是我们说的 只要乱世 般若学就会兴起 为什么 因为 要用儒梦观 来欺骗自己 灌修大师 跟道安大师一样 他们是真正的 民族主义者 他们对国家的前途 从来不丧失信心 他们希望 有忠臣 明君 来解山河 道选 所以说 在灌修大师的 诗词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 他背后有一个 用字 他的诗 或者说 他在佛教艺术的境界上 已经达到了 第三个境界 不为自己 未见众生